而另外其实是日本所衍生的食安风暴 台湾也有人受害 就指的是日本小林制药公司 他们所生产的红麴保健食品 在日本当地已经造成了5个人死亡 114个人出现了肾脏疾病 日本厚生劳动省以及大阪政府官员 今天来到的是小林制药大阪工厂来检验 检察官以及相关的人员进入到工厂来检查 也吸引了大批的媒体到现场去采访 其实小林制药大阪厂制造的红麴保健食品的原料 但早在去年的12月就关闭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决定要到现场来去检查 而小林制药则是在29号地质会上面表示 造成原因问题的成分应该就是软毛青霉酸 而日本的官方还是要持续来追最后的真相 而讲到了小林制药生产的红麴的商品 在台湾也是出现了受害者 这是一名住在台中的40多岁的女教师 日前陆续吃了两核相关的产品之后 出现了肾功能异常的情况 在小林制药事件爆发之后 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吃到有问题的产品 这名女患者认为当初就是因为认为 在产品当中有小绿人标章 所以才买得安心 没想到事件爆发之后 她认为政府该负起责任 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就是冷 非常不舒服 因为有好几天就是一直 整个都是很晕眩 然后量血压 因为我家有血压剂 量发现要到140几 然后我就去 我们去诊所 我家附近诊所 我去看医生 我跟医生讲我状况 然后医生就帮我念血液料 然后那时候医生有跟我说 你的肾功能不是很正常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想太多 就是前几天药局 就是我之前买红取的药局 她乘了简讯跟我说 我才知道那个什么 我之前不用的那个红取 可能有点状况 我觉得既然有小绿人的认证 政府应该要把关这段 这个关卡 因为我们就相信政府 而去选择这个食品 可是现在食品出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有 就是对我们消费者要有个保障 其实这一类红取的产品 只要就是说 你如果有再吃一些 像胆固醇的药的话 可能尽量就不要同时服用 以免造成肝肾的负担 但是现在日本的话 他们还没有调查清楚 到底是哪个成分 可以让那个 那个民众或者是患者的 肾功能急剧下降 他们其实目前 日本也还没有调查清楚 有很多说法 只是说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这样子